- 清水隧道這裡出這桶框 整個火車已經報銷了 哇 撞到卡車了 卡車掉下來了 哇 撞到卡車掉下來 火車都已經變形了 現場幸存乘客手不停發抖 儘管驚嚇到連話都說不清楚 但還是一邊逃離現場 一邊拿起手機 記錄下這心情膽戰的一刻 4月2號上午9點28分 台鐵發生半世紀以來 最嚴重的意外事故 瞬間奪走了50條寶貴性命 200多人受傷 數十個家庭破碎 天人永隔 這一切竟然又是人禍 時間回到上週五清明連假第一天 台鐵408次泰魯格號列車 上午7點11分從樹林站出發 車上載滿了400多名開開心心準備返鄉出遊的乘客 但誰也沒想到 他們搭上的這輛車 卻是有去無回的死亡列車 兩個多小時後 大約在上午9點28分 列車剛過河人隧道 正準備再進入大清水隧道前 一輛停在軌道上方邊坡的工程車 疑似引手煞車沒拉完整 從20公尺高的邊坡滑落到鐵軌上 導致泰魯格號司機員看到軌道上的工程車時 僅有不到10秒的時間可反應 雖然緊急鳴敵 煞車 但還是來不及閃避 直接衝撞工程車後出軌 這次又在衝進隧道猛烈撞擊隧道壁 其中第五到第八節車廂扭曲變形 死傷最為嚴重 首當其衝的車頭第八車廂整個被撞爛 被削掉一大塊 年僅33歲的司機員袁淳修 以及助理司機員將配風爽爽訓職 由於事發前根本沒有前兆 當下許多人正在睡覺 忽然不知即將發生的可怕情況 撞擊瞬間許多乘客被甩出座位 車廂內能替行李四處噴飛 互相交疊在一起 撞擊後現場仰起大片塵土 黑暗的隧道裡哀紅遍野 扭曲破裂的車廂裡充斥著血腥味 光著瞬間沒了氣息 活著的人忙著逃命 自車的 自車的 旁邊飛出來 我在一輛車感受到緊急剎車 然後車體錯動 就這樣 然後就停下來了 第一時間就是聽到 噹噹噹噹噹 然後停頓了一下 停點幾秒 又連續的撞擊一聲 燈馬上熄 然後看到後面站跳的人都倒在地上 我們左邊的行李架全部倒下來 窗戶玻璃 噴 噴得到處都是 那時候一撞啊 很多人被壓在椅子底下 是 然後椅子上面又有其他的人壓著 又疊上 那底下的人一個疊上去 底下的人都沒有意識 各縣市的救難人員文訓後 紛紛趕到現場進行搶救 在後半段第一到地勢節的乘客 多數幸運能爬窗從車頂逃出 不過在受創嚴重的前半節 第五到第八節車廂可就沒那麼幸運 因為隧道內空間狹小 救援難度相當高 凌亂的車廂內隨著時間不斷流逝 不僅充滿濕臭味 更遍布大大小小的濕塊 就像被炸彈炸過一樣 宛如人間煉獄 有罹難乘客被壓在車體下 救出隊員只能先切割才能降民體搬出 還有些人被拋飛到車外水溝 或被損壞的水箱壓死 有些死者面目全非 四肢不全 讓人不忍足度 連見過大風大浪的救難人員 都相當驚駭 也讓死者身份辨識相當困難 直到5號上午10點 才確定了第49名罹難者身份 六車一 六車一 移三坐位 移三車位 移三車位 移三喔 移一跟三 在裡面空氣又很不流通 就很熱很冷 但是有時候還會有一陣風吹進來 覺得很冷 但是這陣風裡面就是 滿滿的都是油味 然後新鮮味 這麼多的傷亡 造成不計其數的家庭破碎 傷心的家屬悲痛欲絕 乘客當中有一位洋爸爸 原本趁著連假 帶著六歲和八歲的女兒 到花蓮玩 結果卻遇上死結 事發後也受傷的她 在車廂內 交集地拜託救難員 救救她的女兒 雖然大女兒成功獲救 但與此同時 另一位救難員抱著一位四肢貪亂 臉上毫無血色的小女孩 走向無生命跡象的傷患區 當救難員經過楊爸爸面前時 他一眼就認出女兒 被痛欲絕的楊爸爸只說了一句 可以讓我再抱抱他嗎 這句話當場讓救難員心都碎了 臺鐵這次的驚天意外 不僅是1948年以來最嚴重的臺鐵事故 死亡人數也是歷年第二高 量貨的罪魁禍首 就是把工程車停在軌道上方的施工廠商 同時也是台鐵北回線 民稅道施工廠商的負責人李逸祥 事發當天上午 他開著工程車道工地視察 為了貪圖方便 上午9點左右 把車停在30度的斜坡上 人竟然就跑到貨櫃辦公室休息 結果疑似因手剎車沒拉好 車池就從20公尺高的邊坡滑到軌道上 導致這起慘劇發生 由於工程車車頭及泰魯格號駕駛座都已被撞爛 運安慧目前只能從第八截車廂的 ATP列車自動防護系統 車頭監視器及司機員的通聯記錄 來找答案 目前仍在調查中 現在僅能推測出 工程車滑落到軌道的時間 約在9點13分到9點28分之間 為什麼要把車停在那裡 為什麼沒拉手煞車啊 他可能有拉煞車 可是煞車沒有拉好 或者拉了 可是他的煞車系統 沒有到位 李懿翔遭檢方聲押後 法院認為他無勾串滅陣的可能 先是裁定50萬元交保 不過檢方火速抗告 後來又被花蓮高分院撤銷交保 並裁定羈押禁件兩個月 原先還假裝事不關己的李懿翔 4號被警方帶回法院離開家門時 才身在巨下向社會大眾道歉 本人在此聲表懊悔 並致上最誠意的 確定 本人一定會配合檢調的調查及證判 負起因此外來的責任 不過再多的道歉也換不回50條寶貴的生命 而隨著時間增加 越來越多李懿翔的黑歷史被挖出 蘋果獨家踢爆他 正在2014年承包花蓮縣政府橋樑修復工程時 明明未依照設計施作違宴 卻用繪圖軟體小畫家 剪貼兩張假的違宴圖片涉嫌偽造文書 接著又被民眾抓包 案發時就站在邊坡上冷眼旁觀 也沒幫忙救援和報警 甚至跟友人有說有笑 再供聊納涼吃檳榔打電話 警方上前詢問狀況 他還露出不耐煩神情 行徑令人罰指 經歷2018年普悠瑪事故之後 台鐵泱泱泱沙沙列出100多項代改進事項 但才相隔不過兩年多 又再傳出更嚴重的事故 而且這次明顯是人禍所至 外界對台鐵這間百年老店 只有更多的批判與不滿 根據現場工地的工程標牌 上方在施作的明隧道工程 原本早該在今年1月20號就要完工 卻延宕至今 但台鐵竟然還能找到藉口自圓其說 因為他要在夜間施工 壓縮了他工作的時間 不僅如此 施工區域也沒有設置圍離 重重問題顯示 台鐵管理與監控的問題沒有最扯 只有更扯 對這場出軌事故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裡面的規定 是沒有固定護欄或圍離的 臨時道路施工場所 依依核定交通安全維持計畫 來辦理防止車輛突入等災害時不發生害 過去是還侵入 那現在可能還迫害 這部分我想在台鐵部分 必須做一些檢討 總統蔡英文 副總統賴清德 行政院長蘇貞昌 在事發後紛紛趕往醫院 疾病儀館探視罹難者家屬及傷患 並向家屬致歉 其中最該負其責任的 絕對是交通部長林佳龍 口口聲聲說要改革台鐵 越改卻傷亡越重 在煎熬了62小時後 他嗜好深夜在臉書發文 要是一口頭向總統及行政院長請辭 我會負其最後跟完全的責任 我也已經很堅持 個人的去留不重要 我現在最重要的 就是把搶救跟搶修的工作做好 那我也會堅持到最後一刻 讓這一個事故的傷害 能夠降到最低 我覺得這個實在是太誇張太蠢了 不應該不可能會發生的事故 什麼時候火車變成最不安全的大眾運輸工具 很可惡 可惡 從上到下爛到根的台鐵 這幾年好大喜功 花了數百億公帑買了一堆新車 只看到剪載新車上路新聞不斷 卻忽略了最基本的公安要求 大小事故背後家屬的眼淚 似乎永遠只是過眼雲煙 工會鐵路局只會互相批判上下拆忌 公司化指紋樓梯想 所謂的改革 從上到下看起來 都只是嘴皮上說說而已 絲毫不見任何決心 這樣的台鐵 辜負了台灣人的期望 但為了回家 下一次恐怕大家 還是得冒著生命危險搭乘 個案天命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